這次是跟家人和男朋友一起去北海道玩了五天四夜 那天因為坐飛機下飛機已經是下午了 所以我們第一天由黃昏開始我們的行程 剛剛到了北海道Samporo機場 這個機場我覺得很漂亮 好像比這麼漂亮的公斤和大阪機場 然後我在LOS買了一條雞串 好漂亮 這裡是這樣 我覺得它比較新鮮 我們現在會出市區 不過我還沒想到做什麼 稍後再新鮮你們 出機場已經是凌哭了 好冷啊 來噴煙吧 新鮮水機場只有兩條行李帶輸送 所以那天很多機器在一起 我們等行李也等了一小時 最後出機場的時候已經是差不多五點了 大家看到天已經開始黑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直接去拉麵環丁吃拉麵了 我自己就覺得拉麵環丁好像新宿江武忌丁的一條橫街宅行 其實它是短短的 不過很集中有很多拉麵店 我們最後就選了這間特一庫屋拉麵去吃 它裡面我們去到的時候已經超級多人了 我們就每人叫了一碗拉麵 再叫了餃子去share 爸爸說覺得不夠辣 已經叫了新味 然後他加了極多茶味粉 拉麵我覺得普普通通 不過這個魚子飯的魚子真的超級鮮甜 這個好推介 多啤梨成產的時間 我們當然是買了幾盒士多啤梨來吃 還有甘 甘也很好吃 我們都買了一些來吃 買了水果 我們在市中心走了一會 就回到酒店休息了 我自己覺得 就房市中心都很像大阪和東京的市中心 其實店舖都很齊全 不過可以走得舒服一點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 到日晨這麼早起床 坐車去小樽 一起床就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景 我們去了小樽雲河 這裡有小樽雲河食堂 然後有一些背光 那裡是太陽很光亮 然後呢 現在很多人在拍照 這裡就是剛才拍雲河景的位置 就說所有人都在拍 現在有雪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很光 這裡就是小樽雲河 真的很漂亮 冬天 很浪漫 我覺得跟瑞士有點像 不過這裡就比較 那些小樽很有趣 日本椒的小樽 那那條河就沒有結冰 然後這裡就有傳說中 最多人拍的一個溫度計 現在我給大家看一下溫度 是 零下的五度 一拿起相機 很興奮地發覺 每一個景都是一些溢光的美景 而且雪地本身都是白蒙蒙一片 再配合它的小房子 其實真的每拍一張照 都會是一張很想保持著的美照 真的多想到不知道貼貼哪張 其實除了走小樽雲河之外 就會在這條音樂街那裡 走走他們那些很特色的小店 有些是cafe 有些是賣精品的 我最印象深刻 其實就是一家賣音樂盒的店 因為它裡面的所有擺設 都是香港很少見到一些很古典的東西 例如這些燈 或者這些兔子 貓仔 這些小擺設 都是很漂亮很治癒的 這個真的很治癒 看到這些音樂盒 它在這裡動一下動一下 很棒 Snoopy 你呢 上了鏈之後 這個相架是會自己轉的 如果有小朋友照片 狗仔照片放 我覺得也很漂亮 有很大的卡尾獸 還有這個小外獸 好可愛 好可愛的 傻鴨 接著就來到這間銀中一號館 那裡喝咖啡 它喝完咖啡 有免費的Kitty杯送的 喝完咖啡之後 就可以送這杯給你 然後我就會選這一個 Hello Kitty咖啡 這杯可以拿走 然後裡面這個是Expresso 不過我現在就不喝了 隨便進一間店 都買到手上買了整籃 都是一樣 五千元可以退稅 現在差不多走回去 這裡是音樂街的那條街尾 最前面那裡 我們等一下去拍一些雪人仔 這裡真的很有趣 好像卡通片裡面的場景 屋子也很矮 有隻烏鴉 好像小丸子裡面的劇情 看到些雪下來了 看到嗎 看到嗎 現在下來了 我想你拍外面會 反轉來拍 但剛才拍外面也看不到 因為雪地太白了 你拍著 拍著哪裡 跌了些雪下來 其實現在 定朝拍著一個入背景的 好 我試一下拍給你們看 看到了 好像越來越大雪 你看 看到了 好像看到它動了 看到了 你們看不見到雪嗎 應該看到了 我現在在螢幕上也看到 現在走回去 車站那裡 你看看雪大到 好 好怕滑襯 你看這裡有些馬上煮的海鮮 好像很棒 但沒有時間吃了 我們現在要去滑雪場那邊 下午大概乘了兩個小時 車到 我們就去了雜房國際滑雪場 滑雪場的配套也很齊備 衣服 或者滑雪用具 全套 沒有說手套 什麼都可以租 租的價錢 大概1萬日圓 左右一個人 我現在這件是粉紅色的 一件雪褲 下面是灰色褲 待會就會開始我第一次滑雪 我們四個都租齊全套的裝備 已經準備好 一起試我們第一次滑雪 真的很緊張 有什麼要說 現在開始 大家會很害怕 等一下我先走走 開始了 你不要這麼快點 快點 快點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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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滑了三四次 現在已經很累了 其實最累的不是滑下去 對 你要拆回雪 這個棍子 你要拆回之後 然後自己再上來 然後那座東西 其實不是很斜 但是那支很重 這支棍子就很重 但是那個雪劇很重 所以 我現在要休息一會 現在到我擺開 OK 好厲害喔 好 蹲下 現在看看她的挑戰 前面很多人 這個是我媽媽 我爸爸已經上來了 去吧 拍完你們兩個 下去 然後很多人都蹲下 你下 你下 幫我拿東西上去 他們繼續滑 我實在是冷到臉都青了 真的搞不定 你看那些吊車 那些小朋友玩得超開心 唉 我小時候就沒有來滑雪了 經過了三四個小時的搏鬥之後 我們就回了酒店 泡溫泉 還有吃晚餐 然後就休息了 想看完下集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了 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